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圆形图分年来去画 才是符合大数据分析的基本要求 请切换回来这一张图 当我们现在拿到大数据分析 它是不是有很多的时间性 它既然有时间性 那请把这个叫做发病日 请把这个发病日快速点两下 它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是2014年男女 这个是2015年男女 2016年男女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你应该要呈现的是 应该要呈现的是 来请把这个 这个叫做删写条件 显示删写条件 好吧 请把后面这几年关掉 这才是大数据分析要呈现的图 性别看完 我下一件事就会去看年名别 请问我们下一件事是不是就可以去分析 就是说那个这边有一个叫做年名成 年名成 好 这边这一张图 我们把性别换掉 各年限制性别 要加性别 因为确诊人数的连续分析 其实能力是差不多的 这个特征 好 华属右界 请点重复 我想要去把这个性别换掉 性别换掉 换成什么 年名别 来请把这个年名成 直接点 直接拖曳 拖曳到色彩 我们先把趋势线关掉 华属右界的趋势线 显示趋势线先关掉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最下面的这些颜色 像例如说 这个绿色 它是不是在最下面 绿色是这个四岁 五到九岁 还有十到十四岁 都在这下面 有没有 也就是说 这个在比较下面的代表 就是年纪比较轻的 然后人数比较少 那比较上面这个红色 你可以拉上了一点点 你看像这些 这边是不是偏 那个浅紫色 紫色在这里 所以年名别 是有差别的 我怎么样切换到 后面那几张 这边是不是有这个 往左往右 就是到最前面一张 到最后面一张 到前一张 到后一张 所以你可以点它 这个到右边这一张 它有快速键 快速键就是键盘上 往左往右的方向键 请先切换到这一张 我们先来去画年名别 好 那以年名别来去看的话 首先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年名层 快速点了一下 这年名层的一个确定定例数 也就是确定定例数快速点了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用这种方式呈现 横条图 可是我会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做那个分类统计的时候 请问一下0岁1岁2岁3岁4岁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归类成一起 这几个岁合并起来 我们现在先点0岁 序伏的键按住点到4岁 然后把属右键组成登主 可是你这边是不是希望它是0到4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改改这个名称 这个发属右键点它 然后这边我们要看到 这个叫做编辑Alliance 就是编辑别名 编辑别名 然后0-4 确定 因为它也是连续数集 请问你怎么把它编到这边来 对 这就是种字 所以起点像它 在年名跟层上面 有没有差不多呢 好 首先我们就先把年名层 不是明名层 是那个性别 性别 脱异到色彩 如果说今天我们用这种方式呈现 如果今天我们用这种方式呈现 我会觉得不太适合 所以我会把这张图改成折线的方式 这张图 这张图 请把自动改成线条 请问这张图这边 因为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蓝色是男生 橙色是女生 所以在三十九岁之前 甚至就是因为这边是差不多的 三十九到四十九是男女是差不多的 可是有没有看到三十九三十五 三十五岁之前是男多于女 可是四十四岁以后四十九岁以后 是女多于男 我们要看的是感染限制 感染限制 所以麻烦请把这个感染限制 翻到这个筛选条件 好我们就先打勾高雄市 高雄市 高雄市 在这边 确定 然后麻烦请把这个筛选条件 筛选条件 显示筛选条件 好吧 请问一下 高雄市跟刚刚我们看到的 整体性来说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对啊 差不多 三十五岁之前 男生是多于女生之后 四十九岁之后 是女生多于男生 我们来把这个工作表改一下名称 男女年龄成 确诊人数 这一张工作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格式设定 这个格式设定已经设定好了 这一张我们曾经设定过的格式 请点格式里下的复制格式 然后再回去刚刚这一张 回去这一张去做格式里下的贴上格式 你就会发现至少你的Y种 这里已经被设定了 但是因为X轴当时设定是时间 就是那个年 所以这边还是必须要手动的去设定 好 再来就是男女年龄成 因为它是标题 所以我会把它设到至中标台T 好 那我想我们最后呢 最后就是稍微梳理一下 就是说请各位先把这一条档案 档案储存到Table of Public 请你存上去 因为各位都存放上去了吗 存放上去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一张一张的资料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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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